哈喽,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Togcroft Togcroft是我Channel Member里面的其中一个会严守问的股 这位股友呢,本钱大概是在$2.3,$2.4左右 现在不知道要是要卖还是要hold OK,如果本钱是在$2.3,$2.4的话,就是在这边啦 不金啦 呃,如果有跟踪我视频的话呢 呃,应该就不会买在$2.4吧 因为都没有买入信号 OK,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 现在老实讲 要卖的话也是迟了啦 因为本来要卖的话,应该是在这边卖的 就说Togcroft的一个支撑线的时候,就要卖出去 止损吧 呃,现在呢 现在就有点迟了,现在是快 大概是快6,快7钱 呃,我觉得 短期里面应该都是在这个位置里面排回吧 所以现在卖的话呢,好像又 可能随时会卖在最底价 啊,所以我觉得呢 如果它是 这边有一个新的,你可以画一条最新的这个底线 就这条 嗯 这条K线的最底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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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是快 一块六毛半吧,是吧 一块六毛半 啊,比如说快六千好了 快六千,如果是Depro的话 可能就要卖了啊 这个,如果是站在技术分析来讲的话 但是如果你是站在基本面来讲的话呢 如果你是打算长期投资的话呢 这个,就放足吧 呀 当然这个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呃 现在如果你要揭露的话,当然也不是一个好时机 因为我们不知道 它这边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,会不会Depro快六千 这个真的是没有人知道 快六千,就是你可以做回这个最后的防守 Depro就要卖咯 就好像上次这样咯,这边这样 这个大概这个这个价钱 呃 如果要揭露的话呢,就follow我之前讲的 但是几个买点咯 第一件事情就是最少要涨上去 这个MAS 呀 这条红线 呃 还没有,还很久都不会涨上去 最少要涨,ok 所以暂时呢,才是 就是 观望就好吧 呀 呃,讲回这个基本面东西呢 这个我觉得 未来呢,它现在的ASP 已经是差不多了 美国的这个市场呢,又开始拿回来 呃 可能为一两个quater里面 盈利才是会继续掉 但是长久而言呢,我觉得还是ok的啊 ok 呃,这个就是我对Coff Curve的一些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